另外若自己念地藏经回向给病人 会把病人的冤亲在主招到自己的身边吗 因为曾经听闻一个医生念心经 却令自己一身阴气或病气 惹来许多众生缠身 是否在念这些经时先请佛菩萨加持 有什么仪轨需要注意呢 没错要先请佛菩萨加持 不过你念经的时候 佛菩萨肯定也加持 即使你忘了请 佛菩萨也会加持 那么请一般通常是护法神 他们要有这个礼数 佛菩萨不会在乎你这个 你只要真修行 佛菩萨肯定来 护法神也会来 但有的护法神 那是凡夫 可能他会很在乎礼数 那就跟人一样 你请他他才来 不请他他就不来 那么念地藏经回向给病人 好事情啊 这是慈悲心的 但是不要有疑虑 你这怀疑 哎呀 那些病人的冤情载主都来了 我这怎么办 你这个疑虑 就会把你那种真诚心给淡化了 你夹杂了疑虑 就不够真诚 那不够真诚 念经功德就很小 甚至啊 可能会有口无心的念 心里担心的 就是自己会不会惹麻烦 你看 你这样念经 你哪能欺辱境界 这个让鬼神都笑话 念经要一心的念 至诚心的念 你看了凡四序里面 云谷禅师 跟了凡先生讲的 说不会疏伏 被鬼神笑话 就是画符也要懂得画 怎么画 一笔下去 到画符画完满了 一念不生 这个符就灵 要是你夹杂妄念 那就不灵 那鬼神就会笑话你 笑话你嘛 有时候跟你开个玩笑 整一整你 也有可能 那画符和读经 也是一个道理 你不会读经 也会被鬼神笑 你的读经里头 夹杂这么多妄念 还疑虑 那个冤亲在主 会不会找我 你看 你这种心 被鬼神笑 他真来找你 来跟你开开玩笑 果然你用至诚的心 排除一切疑虑 哪怕真来找 我也去承担 我就是发大慈悲心 帮助这个病人 你这一点真诚心 发出来了 所有鬼神 这些冤心在主 没有不敬佩你 他哪里还敢 作弄你 那护法神都在护着 佛菩萨更是加持 就怕你不适用真诚心 我也是每天修行功德 读经 也都为 这个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也包括 那些 这个全球 被杀害的这些畜生 堕胎的英灵 这些十方无似孤魂 这些我也给他回向 我没有什么事 他们也不会来找我麻烦 我真诚给他回向 如果他还来找我麻烦 那我就是该还他 我也乐意 心甘情愿 这可能就是 素氏 我欠过他 那现在他找我还 我就还吧 还也不会打消我 给他们回向的心 要有这样的一种真心 那我想你的业障 就会很快消除 而且你的回向 才真正有效果 千万不要害怕 真的冤情再就来 他折磨你 要你命了 要你命 往生西方 好事 感恩他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早点去 好过晚点去 你看你死都不怕了 你还怕什么 这是古语所谓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你要不怕死的 那鬼神也哪里 没办法 你就念念求往生 他有什么办法 他真的是 没办法再 报复你 作弄你 你有阿弥陀佛护着你